看这个虚 这个这个虚米 百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按照老区的估价的话 资质还行两千五 全能三千五 顺法四千五百块钱 四千五百块钱 哎老板 老板你们区一般是多久 开始有虚米的 哎这是酒精能力批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资质啊 这资质没法给你估价了 因为老区不可能有一千公子的利皮 一千公子利皮没吃元宵 关键还没法吃元宵啊 这只宝宝 一般八十六天 三个月会出虚米是吧啊 好 这个黄金台如果卖 卖高端的东西有人会接手吗 比如说满修的号之类的 老板啊 啊四万一千七百块钱啊 是年外的啊 估价 一般来说新区最高的物价呢 可以达到我估价的四倍以上 也就是理论上 现在你的号有可能值十六万六 对不对 新区的估价是我估价的最高的价格的四倍啊 最巅峰时期的话差不多是四倍 新区的价格很乱 破血 愤怒 那些一百三十的大特技挺值钱 等真正出到一个特别好的宝宝装备 比如说出一个九十一的宝宝装卖 九十五的宝宝装卖 他可能比三千万还便宜 还有无级别 他一般也比三千万啊 价格不说便宜吧 应该是比较接近持平的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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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